我觉得可能是有一年 我其实在中国拍戏 然后一早就跟剧主请了假 就是春节的时期可以回来 回到马来西亚跟我的家人吃饭 可是后来呢 就是因为一些状况 他们就挑不出时间 我的假虽然被批了 可是后来又被拿回去 他们顶多就只能够给我两天的时间 所以我就在想说 我要不要飞回去马来西亚 跟我就是家人吃饭 最后我决定回去了 所以我真的就是飞回新加坡 然后开车到JB 跟我家人吃饭 开车回新加坡 然后坐飞机回上海拍戏 对 就很难忘 在我中学时期 因为那个时候家里的经济不是很好 所以我记得有一年的年除夕的团圆饭 我们真的是出茶淡饭 我们五个人三菜一汤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说你在吃什么 而是说你可以跟家人一起吃 在期待那个倒数 欢迎农历年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意义更浓 因为大鱼大肉 但是我觉得说大鱼大肉并不代表说 大家是真的是在团圆 反正是猪茶淡饭的时候 大家团圆的那种心态 会更比较重一点 比较浓一点 农历他拍戏也很忙 没有时间跟我吃团圆饭 然后向云姐有他的那个 制裁大哥陪他吃 猪咪咪 算了我看还是自己吃 当然是亚瑟啊 吃团圆饭吃饭跟女生吃饭 我觉得肯定会比较开心些 谢谢大家 咪咪咪а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